好來各位同學我們看一下題目 他說根據統計192年代後期 日治時代 台灣的稻米年平均產量比前期增加16萬公噸 但同時台灣每年每人稻米平均消費量卻下降了7公斤 關於這個現象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們知道嘛 日本製台的前期叫農業台灣工業什麼樣 日本 農業台灣工業日本 所以台灣那個時候農業化程度很高 農業技術進步 記憶永期發明了蓬萊米對不對 沒錯吧 好但問題是什麼東西 問題是台灣人吃不到蓬萊米啊 因為米都要輸入到日本去 這叫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嘛 台灣變成日本的古倉 這我們課本上的資訊 基本上是不是都這樣寫 所以你看喔 台灣人的飲食習慣轉變 不對 不好意思 不是確診是嗆到口水 蓬萊米改良並不符合台灣的口味 沒有蠻好吃的 台灣人也沒有機會知道他口味好不好 因為吃不到 因為吃不到 所以米糖香客影響了總督府的政策 不對 米糖香客是在1930年代發生的事情 而不是20年代 所以呢 豬蓬萊米在日本銷售家 所以呢 他們都把米賣到日本去對不對 正確 所以這裡大家選什麼 選豬 這樣可以吧